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Corn of Spirits 我是你们的业余调酒师Thomas 这个星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经典调酒 名字叫做百家德鸡尾酒,Bacardi Cocktail 不过我这次介绍的配方会跟传统的Bacardi Cocktail比较不一样 这个配方来自于世界豪华酒店的龙头老大 法国巴黎励志大酒店 发明这杯调酒的四酒店吧台里面的传细调酒师Flankmeyer 那这个配方也有收录在Flankmeyer的著作 The Antistry of Missing Drinks里面 那传统的百家德鸡尾酒其实是用红锡炉糖浆代替丹糖浆的Decrate 但Flankmeyer的这个配方差异非常大 完全就是另外的一杯调酒 不大确定为什么他还会沿用百家德鸡尾酒的这个名字 那提到巴黎励志大酒店 有一个关于海明威的故事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巴黎励志大酒店从1898年开始营业 可以称得上是法国来自世界的豪华酒店的灵魂 它里面有三个酒吧 分别是Barritz Barrantum 跟最出名的Barrhammingway 那为什么里面会有一间酒吧以海明威的名字命名呢 读过海明威小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海明威参加过两次的世界大战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担任遥队的救护车司机 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他是担任战地制止人 而且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巴黎周边地区的一个民兵组织的指挥光 在二战爆发之前海明威非常喜欢栗子大酒店是这里的常客 战争爆发之后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 然后栗子酒店成为了德国军队的总部 那根据传说在1944年8月25号 也就是法国巴黎被盟军解放的这一天 海明威亲自带领着一支盟军小队 解放了栗子大酒店 所以这个酒吧就以海明威命名用来信念他 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是假的 当海明威在以前是叫做La Petite Bar 是栗子大酒店专门用来招待女士的酒吧 因为在20世纪初女士是不允许进入那些男士的酒吧的 在1979年一支大酒店的营收出现了亏损 然后当时的管理层决定把这个专门招待女士的酒吧 重新命名为海明威酒吧 希望趁一下大文豪的热度吸引更多的美国游客跟欧洲游客 那海明威跟一支大酒店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现在回到调酒上面 调这杯酒需要用到五种材料 白兰姆酒 甘味美丝 淡糖浆 红石炉糖浆 以后还有黄柠檬汁 我们先下15毫升的黄柠檬汁 15毫升的淡糖浆 45毫升的白兰姆酒 15毫升的甘味美丝 最后下一个八勺 大概5毫升的红石炉糖浆 加冰油大概10秒左右 过滤到一个冷冻好的酷杯里面 盖上一点柠檬汁油 最后用一点柠檬汁作为装饰 这样一杯励志大酒店版本的 白兰德鸡尾酒就完成了 这杯酒对比起传统的白兰德调酒 更加容易入口 果味更加丰富 算得上是一杯非常好喝的美酒 好了 我的这一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麻烦点赞 投币 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